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蟒蛇曾卖出过数十万的高价 研究蟒蛇困难重重 但我爱它们 我坚持下来了 它们就是蟒蛇猎人 科技真神奇 咱们的红外线摄像机能抓拍到它 这种野外摄像机性能很好 对动态物体非常敏感 具有极强的捕捉能力 它还配备了红外探测器 能抓拍到15米范围内的任何东西 只要有活物进入镜头前15米内 摄像机就会自动抓拍下来 你们想要放在哪儿 它们几乎都会沿着这条道过来 沿着这个土丘边上过来 然后爬进水里 放这个转角处就行 你带锤子了吗 你需要吗 不 要放低一些吗 这样可以吗 够低了 不够低 视野是平的 问题不大 是广角 不多视角 是圆锥形 是广角镜头啊 好 这个千万别被人关掉了 我上锁了 别人打不开 现在蟒蛇猎人要做的就是等待 等待摄像机拍下蛛丝马迹 我找到一种小虫 它们到处都是 农民说过 如果我们在秋天发现的这种毛虫很黑 冬天就会更冷 是的 几乎全都黑了 这个冬天可不太好过 都过来看看 哦 真是可怕 哦 天哪 一只苍娇 我猜它是被淹死的 如果它活着就好了 肯定非常漂亮 是 飞起来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哇 这真是 不可思议 格雷格突然发现水里有东西 它就在中间那儿 在那儿 一只红富彩龟 抓住它 就在那些绿枣下面 它在那儿会死掉的 它就在那儿 它过来了 它过来了 太好了 一定要救它 多漂亮的雄龟 看 是啊 把它放进干净的水塘 它能活下去了 它常常的前脚趾表明它是雌性 多漂亮啊 我们应该把它救出来 把它放进 佛罗里达国家公园的沼泽地 它会生活得很好 好好照顾自己 它已经足够大了 不用担心短吻饿了 它会生很多的孩子 维持生态平衡 寒风阵阵 大家正准备回去 却有了新发现 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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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一条死的蟒蛇 它咬住了自己 你找到什么了 一条死蟒 我记得上次这里没有 看 它咬住了自己 哇 这条蛇太冷了 你摸摸 跟冰似的 是的 我见过这样的情况 它们快死的时候会非常痛苦 做出怪异的举动 太可怜了 红伟然也是一种外来入侵动物 它的身长能够达到三米 体重能够达到二十七公斤 佛罗里达州南部很少见到这种蟒蛇 它们来自中美和南美 当地人在住宅附近放养它们控制蜀害 这 这不是我想看到的 是 我想找一条大缅甸蟒 即使它现在还活着 晚上气温降到零度左右的时候 它也会被冻死的 这种热带动物在北美中部很难生存 我的意思是说 它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机会在北美中部自然存活下来 佛罗里达有很多人在养红伟然 我们不知道这条红伟然怎么来到了这里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它不属于这里 克雷格的女儿雷克西来到了迈克家 准备挑选一只巨蜥做自己的宠物 迈克拿出了几个品种供它选择 它们都是幼稀 还得长上很多年才能成为大家伙 这只是蓝树巨蟹 它们有踢刀一样锋利的脚趾 避免被咬的最好方法就是 让它们一直在你的手上爬 你不想拿一下它吗 不想有点凉 没关系 我们还有几个选择 这是一只绿树巨蟹 它看起来很灵敏 它一激动 就会用后腿紧紧地扣住我的胳膊 又抓又爬 你肯定会受伤的 它们的身手都太敏捷了 我不想被它们弄伤 没问题 迈克准备了四种蜥蜴 供雷克西选择 它们的喉咙很像桃子 所以叫桃猴巨蜥 它想咬我 它们有可能会咬人 我想我会疼得大声叫出来的 不要你妈妈 我会笑你的 雷克西 还是看看别的吧 我也不想被咬 巨蜥生性好动 并具有攻击性 雷克西得撞起胆来 你试试 让它从这只手爬到那里 不要吗 如果你对付不了它的话 我怕它会用爪子弄疼我 它不是又蜥 只剩最后一只巨蜥了 对雷克西来说 只有选它或放弃了 这是一只幼年黑粗帛巨蜥 它们有好看的猛琴一样的脸 随便趴在什么地方都可以 我喜欢它 它会长到多大 它会长到一点五米 那个时候可就没法趴在你的手上了 很好 身子七十多厘米 尾巴也会有这么长 雷克西选择了最后一只巨蜥 它的名字很吓人 但它的性情倒很温和 格雷格准备问价钱了 我想知道 你想用什么换 这些巨蜥要我拿多少球马来换 我还不知道你要多少呢 两天后猎人们又来到了喷气机大道 是时候看看大磁蟒 有没有留下特写了 有线索吗 没有 让我们看看 蟒蛇猎人发现了一只奇怪的蜥蜴 一只巨蜥环紧紧地套住了它的脖子 让它难以禁食 这条蜥蜴的命运究竟会怎样 科技之光正在播出 寻找脸面蟒 他们想看看摄像机有没有拍下来什么 可能拍到一只佛罗里达豹 一只美洲鳄 最好是大磁蟒 有点模糊 看不出来是什么 走吧 回头再过来看 一只乌鸦在摄像机前面闲逛 这不是猎人们所期待的线索 超级蟒蛇猎人 准备好了吗 要开船了 这次又没有找到大磁蟒 蟒蛇猎人决定先去解决另一种入侵动物 尼罗巨蜥 出发 猎人们一般借助网枪来追捕尼罗巨蜥 不过现在天气这么冷 蜥蜴的行动会变得迟缓 这是进行抓捕的大号尸击 那个开口处有只很大的雄性尼罗巨蜥 是的 很大的一只 什么也没有 有人看见吗 没有 他可能进洞了 哦 我们发现一只 就在那个木头上 他的脑袋朝着 格雷格 他不太好抓 他在动 他溜进罐木丛了 他现在爬到我们前面去了 哦 赶快去追 我们从这上去 或许还能来得及 抓住尾巴 他不能动了 你抓住尾巴了吗 是的 别想跑 抓住你了 抓住你了 抓紧他的尾巴 我抓住了 抓住了 抓紧了 抓住他了 他脖子上套着一个废弃的塑料环 看 是什么 我看看 看看都套进肉里面了 等等 谁来按住他 我用钳子 把这东西取下来 这个东西会让他窒息而死 还可能切断血液供应 本地生物也可能会被这东西套住 他可能受伤了 你听到他松一口气了吗 是的 他现在肯定感觉好多了 他们进食的时候 都是一口吞下去 咽喉会自动扩张 但是 他的脖子被塑料环估紧了 他无法 无法扩张咽喉 他不得不吐出一些食物 只能吃下一小部分 大家以为我们只断蟒蛇 我们还是蜥蜴捕手 蜥蜴终结者 你真能吹 尽管他们从慢性死亡的痛苦中解救出了这只蜥蜴 但他的归宿却由佛罗里达州的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委员会裁决 要么找人收养 要么安乐死 但很少有人愿意收养狡猾的尼罗巨蜥 萧恩和妻子珍正在实验室解剖那只巨蜥的尸体 如果他是雄性 会有一股难闻的味道 这儿有些脂肪 他吃了点东西 他不应该只有这么一点分量 他确实太瘦了 至少他还能吃东西 即使脖子被卡住了 我敢说这东西卡住他脖子超过一年了 是的 这东西他可能已经带了两三年 尼罗巨蜥脖子上的塑料环 严重影响他正常进食 你看里面有蟋蟀腿 蟋蟀头 如果我是这只巨蜥 这点东西远远不够我吃的 是 而且这些食物 没什么营养 萧恩详细记录了这次的验尸结果 紧接着他解剖了一只正常进食的尼罗巨蜥 与之进行比较 他要研究清楚这种动物的饮食结构 他的胃里面全是东西 看看 他刚进食不久 你想试一下吗 不 你来吧 好吧 其实这很有意思 蛋 看这个 哇 看哪 全是蛋 哦 都是 这些蛋的大小和形状 会让你想到我们家里的什么动物 猎蜥 猎蜥 四个 五个 十四个 十五 十六 十七个绿猎蜥的蛋 这种尼罗巨蜥最让我担心的事情就是 就是他们会威胁到每周恶 你看看现在的情况 这些家伙正在肆无忌惮地偷吃其他动物的蛋 我担心他们也会把每周恶的下一代都吞进肚子 肖恩通过解剖获得了一个重要信息 尼罗巨蜥正在偷吃另一个外来物种绿猎蜥的蛋 这时肖恩家发生了一件让人难过的事情 肖恩最爱的缅甸蟒弗拉菲病得很严重 他一点好转都没有 可怜的弗拉菲 他已经二十三岁了 还得了上呼吸道感染 他现在 看看他流出了这么多粘液 都是咳出来的 他一直在咳 粘液一直往外冒 你看这些 这说明他病得非常严重 太可怜了 缅甸蟒在弗拉菲这个年纪很容易患上上呼吸道感染 太冷或太热都会导致病发 肖恩对他的治疗没有起作用 失去他对肖恩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我们经常带他进行教学演示 我们一起上了很多堂课 教了数千名孩子 他教给我和孩子们很多东西 他是独一无二的 如果他走了 以后我们要带谁出去给孩子们上课呢 还有什么动物能像他那么吸引人 我已经习惯和他一起上课了 弗拉菲这么乖巧 有这么多人信赖他 大家都在祈祷他能扛过去 但他还是和其他动物一样 逃不过生老病死 我知道 好了 不要伤心 他的离开是不可避免的 他老了 免疫系统不再起作用 我想 我们可能得给他实施安乐死了 是的 我知道 但他是我们的家人 但生命就是这样 弗拉菲的结局只能交给时间了 蟒蛇猎人们没有放弃追捕大磁蟒 他们又回到了喷气机大道 即使大磁蟒能熬过寒冬 他们也一定不会让他在明年继续孵化出一大批幼蛇 他们会把他转移走或者射杀他 他们回到了废弃的养鱼场 那里正在进行施工 到处是残杂碎块 他们可能把蟒蛇跟垃圾一起倒进里面了 不会的 这些设备的动静会把周围的动物都给吓跑的 他如果还活着 要么钻进了大沼泽 要么找地方躲起来了 蟒蛇猎人仍在寻找缅电蟒流感的中心码迹 他们不断的搜索却异不所措 这时叫华特蟒蛇究竟藏身何处 科技时光正在播出 寻找缅电蟒 工人正在施工 把这里恢复成自然状态 嘿 哥们 你好 你好 我们正在这里找一条大蟒蛇 你见过它吗 我遇到一条一米左右的小蛇 见过更大的吗 没有 不过有个伙计说 它杀死了一条八米长的蛇 真的吗 是吗 你只见到了小蛇 你们来这里干嘛 来捕蛇的吗 是的 没错 捕蛇 抓到了吗 我们在这个区域外捕到一些 这两年 我们在这里的一条路上 发现了许多小蛇的踪迹 所以才断定 这里有一条大雌蛇 是的 可能是它的孩子 你在哪里发现的幼蛇 就在这里 刚才施工的地方 是吗 在旧托车那儿 是 就在那里 它挂在盒子上 我把它拉出来了 真的吗 太好了 我们两年前 在这条路上 也发现过小蛇 它有多长 有好多短本蛾 在那儿爬 还有一条大芒 也爬过去了 它的个头很大 至少有十一米到十三米长 是条大家伙 谢谢你 我们去看看你说的情况 你们抓到的话 让我瞧瞧 没问题 谢谢 未来五十年内 佛罗里达州增长的人口 预计会占领 大约三百万公顷的森林和湿地 现在人们把废弃的厂房 重新变成绿地 有利于维持生态平衡 却不利于捕蛇 大雌蛙可能被逼到这里 躲起来了 对 所有的地面建筑 都被清除了 它能藏身的地方 没有几个了 你藏在哪儿大家伙 找到什么了吗 没有 好吧 我们去别的地方找找 这里清理的差不多了 搜索了大雌蛙 可能藏身的最后几个地方后 别人们敢在暴风雨到来之前 回去查看摄像机 有没有拍到线索 该换我上场了吧 好 你看吧 好 你看吧 看看都有什么 很多鸟 我们光被鸟忙活了 想想吧 像这样的一条大磁蟒 两年会产下多少小蛇呀 还有可能在这儿找到大蟒吗 别灰心 继续努力 猎人们只剩下最后一个希望了 那就是往下 再往下 搜寻大磁蟒 搜寻地洞 看这个洞 我觉得这个洞 应该可以插进摄像头 好 开始录像 这看着像蛇洞吗 不 有点像 这是一个很深的楼 不仅如此 这附近的其他洞周围 都是枯藤和野草 而这个洞边上很干净 显然是有什么东西 经常在这里进进出出 也没有蜘蛛网之类的东西 没有 我想它是 在洞里搜索要冒很大的风险 剧毒的西布林班响尾蛇 很可能就潜伏在这里 向右 我向右 还是摄像机向右 摄像机向右 一直往前 好了 是的 那边的另外一个洞 是个很好的藏身地 这个角落的温度是28度 28度就是那块岩石的一角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温度是8度 8度 它如果躲进了洞里 躲进底下那片我们看不清的地方 晚上那么冷 它能撑到第二天爬出洞去晒太阳吗 它能爬到那块28度的地方去晒太阳吗 很多人都不理解 他们觉得奇怪 本地的蛇和蜥蜴 能够在这个温度下生存 为什么那些从热带来的物种就不行呢 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寒冷是什么 所以没有进化出那种抗低温的稳能和技巧 他们不知道要去寻找地方躲避寒冷 好了 这是我们发现缅甸网踪迹的最后一个地方了 他们回到路桥上 希望能有更多线索 都是鳄鱼的痕迹 只有鳄鱼的痕迹 还是老样子 我怀疑这里其实不存在另外一条瓷马 新蛇痕 两条新蛇痕 这边这条 是最近才有的 还有脚印 这两条不错 看 注意痕迹的两端 它一直通向水里 四只脚 最后一只脚印在这儿 好大一只鳄鱼 非常清楚 以前发现的蛇痕 说明 它一直往返于这片陆地和水域 和鳄鱼一样 它才赌运气 它很可能会成为鳄鱼的美食 它可能成了鳄鱼的粪便 或许我们用不着出手 它可能会在寒冬中冻死 也可能被鳄鱼拿来填肚子 我想它应该熬不到明年产子了 现在猎人们在犹豫 是让大自然来处决大瓷马 还是坚持亲自找到它 无论它是死是活 虽然没有发现蟒蛇的尸体 但是猎人们找到了离开的理由 大鳄鱼留下的痕迹 仅靠大蟒的踪迹 而鳄鱼是大沼泽里 唯一可以消灭缅甸蟒的食肉动物 真正的猎蟒杀手在那儿 我从没在这条河里发现过这么大的家伙 它就是猎蟒杀手 看样子像 猎蟒杀手就在这儿 它体型巨大 是的 看看这个大家伙 对它来说 缅甸蟒就是一大理念 格雷格确信大磁蟒会败给这只大鳄鱼 我们居然一直在担心这些缅甸蟒成为祸害 它们在水面游会成为别人的美餐 在水下游也会成为美餐 没有蟒蛇在被拖下水后 还能从鳄鱼嘴里逃生 鳄鱼就是最好的监管员 一天二十四小时 一周七天 它牢牢地盯着这条河 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它的眼睛 说到猎蟒的效率 我们绝对比不上短本鳄 是的 我不介意它入伙